近年来 我国围绕着5G在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创新 应用赋能 绿色普惠等方面 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5G基站的总数达到了374.8万克 这一庞大的新型基础设施 为用户提供了高速率低食盐的连接体验 同时也为创新应用的孵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成为数字中国发展的高速路 伴随着5G网络的迅速扩张 5G中端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 5G手机从高端走向大众 渗透率节节攀升 维持较高水平 2024年一季度 我国5G手机出货量达到5643万部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83.7% 中低端市场的全面覆盖 让5G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 5G技术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宽 手持信息终端 物联网模块 5G摄像头 车载终端等新型终端不断普及 使5G技术深入更多领域 加速了行业数字化转型 5G加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万个 灯塔工厂 蔚来工厂不断涌现 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动能 当前 我国正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 5G和AI两大前沿技术的融合 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5G为AI提供了数据快速传输的通道 从智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到智能制造的智能决策 无不展现着5G加AI的无限潜力 这五年4K 8K超高精视频 罗眼3D人工智能 这些在5G带动之下蓬勃发展的新事物 新兴产业和新的工作方式 在不断成长 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量 日前浙江一架运输海鲜的无人机就成了大家谈论的热点话题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画面中这架超大型无人机正在进行一场试验飞行 路线是从浙江州山到上海 飞机上搭载的是刚刚从海里捕获的海鲜 与一般无人机的飞行有所不同 这架飞机要进行的是长距离跨海低空飞行 它要借助5G网络进行100多公里的飞行 在一些无人岛的灯塔 然后海上分电平台上面部署了5G的基站 实现对无人机航线信号的全覆盖 并通过通感一体的技术来实时监控无人机的飞行高度 速度等状态信息来保障它的安全飞行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要做到无人机穿越舟山海域直飞上海 不仅需要在近海 远海区域做到完善的通信网络覆盖 还要依靠一种叫做5GA通感一体的技术 实现对无人机飞行姿态的感知 这次负责网络运行的中国移动 启用了5GA 也就是5.5G网络 这种网络技术的速度 定位精度 比一般的5G技术提升了10倍 可以在提供通信服务的同时 实时感知并监测无人机飞行高度 位置 轨迹动态等数据 控制中心根据这些数据 调整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和姿态 确保飞行安全 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 无人机顺利抵达目的地 这次试验成功将进一步拓展海岛物流配送 海上救援等多样化的低空应用场景 5G在打通海上低空运输的同时 也在陆地上为急救物资配送加速度 全国首个5G加无人机血液运输智能空港平台 日前在深圳启动 依托5G低空网络的支持 让生命通道更安全更快捷 一架搭载着急救用血液的无人机 从深圳市血液中心出发 仅用9分钟就将血液送到罗湖区人民医院 以往车载运输通常需要一个多小时 对我们特别是急抢救的时候的紧急用血 它是能够大大的缩减运输的时间 保障我们用血的供应 该平台利用5G大带宽优势可以实现全过程高清视频 以及冷链温度实时回传 使周围环境可视温度可知 以确保血液冷链的安全性 我们对地面5G基站进行了一个应用的创新 有效地解决了5G网络在低空领域的信号覆盖弱 然后隔离抗干扰困难这样的一个问题 实现了在城市中低空域复杂条件下 多航线全程高质量5G服务的保障 目前深圳已经开通了12条这样的血液运输航线 下一步将再增加4条航线 覆盖更多的医疗机构 开展常态化无人机血液运输 看完了天上飞的无人机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陆地上 在江西全国第一个全自动无人机公路巡检系统 日前正式启用 在庐山脚下的智慧公路应急指挥中心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巡航无人机 观测景区各路段的交通状况 这个中心就是整个庐山公路的智慧大脑 由于庐山地势较高 雨雪冰冻和大雾天气经常影响景区交通 如今这条5G智慧公路已经配备了雾天导航设施 车辆经过的路段会自动感应开启强光 不仅如此 为了应对冬季道路积雪结冰 一些桥梁寒冻等关键路段还装上了电热毯 下雪时会自动喷洒溶雪剂 坡斗湾级是景区交通管理的另一个难题 这条100公里的山路上就有近400个弯道 现在每个弯道都配备了预警装置 行车过程中会通过文字和语音播报 提示司机对象有来车或前方急弯减速慢行等 再来看重庆 全球首个地下隧道5G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日前也正式投用 被誉为八地魔幻城市的重庆 有大量的隧道和地下环道 以往因为信号精度不够常常会让导航短暂失联 现在基于5G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连续稳定精准高效的定位能力 结合人工智能智慧交通等前沿技术构建的核心算力 实现隧道内秒级定位 满足车道级连续稳定无感切换的导航体验 大大提升了地下环道的通行效率 填补了国内地下隧道无卫星导航的技术空白 现在我们是行驶在重庆的盘东立交 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正在右道上行驶 传统的这一部分 它是在左道和右道一直在偏连 加了高精度以后的继续在右道 跟着我们车辆是同频的导航 工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共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29000多公里 一批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量产应用条件 这也为我国实现智慧交通系统提供了可能 为了让5G网络为更多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工信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开展了 信号升格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提出到2025年年底 超过12万个重点场所 实现移动网络深度覆盖 3万公里铁路和50万公里公路 200条地铁线路实现移动网络连续覆盖 移动网络达标速率占比不低于95% 5G流量占比显著提高 此外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日前则发布报告称 到2024年底 我国一半以上的移动连接将使用上5G 5G连接数将达到10亿 报告预计到2030年 中国5G连接数将增至16亿 这相当于全球总连接数的近三分之一 我国5G发展 潜力无限 未来可期 我国5G连接数将达标准备 我国5G连接数将达标准备 我国5G连接数将达标准备